我覺得我自己已經兩隻手同時用力了 但還是那個陶藝他在轉的過程中 他會因為你受力不均勻而歪掉 所以他需要通過你比較有耐心 比較心靈手巧去塑造他 所以對我來說還是需要再多多練習 才可以把他弄得比較好 那這次比較開心是能夠在 漫步小征這邊來體驗這個中國的飛影 我覺得還是蠻值得的